好 昆律怎麼觀察 我的感覺是國民黨的消息很熱鬧 可是國民黨的民調 這一個數字的結構 事實上已經長達將近快兩個月 就是說結構是很僵固的 但是呢 新聞議題人物角色是很多元而熱鬧的 可是那個多元而熱鬧 很難改變政治的能量跟結構 我這樣子講好了 這兩個月的民調下來 這個結構代表什麼東西 所以就上面在演煥喉論 小小朝廷 那個紫禁城裡面在演煥喉論 紫禁城以外 已經已經演完氣喉論 OK 對 外面已經氣了 他根本不理不理你 那個那個結構跟我們現在這樣子 出去聊天吃飯 問到了深藍的 或者是河道上面 大家朋友這樣子聊天的結果 很簡單啊就是說 我不想再看到你侯友宜了 好 好那是柯文哲還是郭台銘還是不投票 那再說嘛 反正還有還有六七個月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糟糕的狀況 就是氣候的氛圍已經形成了 就是國民黨的這些領導人物已經跟所有的選民 跟他的選票脫鉤 他的支持者已經脫鉤 而且完全脫鉤 就是上面玩上面的 可是下面那個結構在哪裡 而且可怕的事情是怎樣 這個政治圈騙人是一定的 但是怕的事情叫做自己騙自己 那個最恐怖的 上面的人在自己玩 玩得很開心 覺得我今天找了韓國瑜同框了 明天找王金平同框了 後天又找了誰同框了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把他們的人拉過來 那完全就是把這個 把那個選民的狀況 完全跟基層的狀況脫鉤 我一直在講說 這個大家一直在講說 什麼化妝 什麼金小刀下去當化妝師啦 當什麼東西 我說不是說人家功力不好 是那個本體有問題 同樣是化妝 化活人叫化妝師 化死人叫李醫師 哈哈哈哈 同樣的技術 然後所以 所以他現在根本狀況 是那個人本體 那個人 有呼吸還是沒有呼吸 那個現在要讓他有呼吸 能夠起得來 起碼跑到第二名 起碼四咖嘟 不要人家三咖嘟你就老三 四咖嘟你就老四 那就沒呼吸了嘛 那個所以他現在重點 不是幾趴而已 他是要把他至少要拉上來 有一個差距的拉上來 那人家郭董還沒有宣布參選 但是大家都認為他要參選 他就跟你一樣了 而且我發現各家做 他都是十五趴的底盤 對就是說 有一點點是十四點多 有一些可能是十五十六 可是他那個底盤 也是蠻鐵的 對對很鐵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面 其實侯友宜已經是一個非常淒慘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黨中央要重新去認識這個選舉 我們現在黨中央或是這個偉大的黨中央 還有很多的這個討論這些事情的都是板塊論 都還是板塊論 哎我有搞到這個侯友宜來 有沒有侯友宜又搞到這個韓國瑜同光了 韓粉就跟他道歉了 韓粉就會回過來了 鍋粉又回過來了 會怎樣怎樣這樣 這錯了 這叫板塊論 這思維背後是這樣 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是全 所有的超班手最恐怖的狀況 他叫做流沙論 好好好聽懂 全部都是流沙了 國民黨制作已經變成流沙了 就是他已經鬆成流沙了 對 已經沒有板塊 沒有板塊 然後你看他要怎麼這樣重新鋸起來呢 他就是要有一個足夠號召力的人才有辦法鋸起來 所以剛才什麼邱毅啦 這些人的提案 那為什麼要到這個什麼八九月 這個事情 你回想一個事情 那個是有那是有有思考過的 他不是胡亂提的 回想二零一四年 柯P怎麼被整合到民進黨裡面 這個模式完全就是柯P整合去 先辦一次辯論 大家先努力兩個月 大家先去辦一個辯論 辯論完以後再去做民調 再去做民調 民調結果大家就認 那是泛率整合的一個流程 他現在是把當年整合柯P 那個泛率整合的流程 拉回來直接copy過來 變成想要做成泛藍整合的流程 那麼這個東西會不會成功 其實是個問號 我覺得這跟所有比賽一樣 比賽的這個評審跟遊戲制定者跟執行者 如果夠公平 還有可能玩下去 你知道最近那個馬克勃跟那個 那個佐伯克兩邊要那個鐵龍幹架 對對對 他是找美國鐵龍理事會的理事長來處理場地裁判 對啊 就是說你連打肉搏戰 你都不能隨便亂打 你要符合場地規則 所有遊戲一定要有規則 大家才會服氣嘛 觀眾才會服氣 就讓觀眾先打起來 現在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朱立倫千算萬算 那他不要辦初選 最後可能情勢逼到他 你還是不得不辦一場 辦一場出真正公平的初選 讓大家所有人全部都整合進來 而且有辯論有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讓這個民調跟選民來決定 最後的結果是誰